哈喽,腾讯视频背棒来了的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吴希泽,我是王宇文,相声担当,一个捧一个动,反正他说什么我都会去捧,然后我说什么他也会捧,没有东西就要接触,都能接触,都能接触,比如说他说他自己帅我就会哇吐一下,他说他今天好看,我就哇吐一下,哇吐两下,哇吐三下,哇吐三下,哇吐好厉害,男装就是以假乱真,就是平时他的性格, 包括各个方面,包括长相啊,都很像男装,女装还是很好看的,小仙女,哇,美若天仙,那个什么仙女下凡,就感觉像是七仙女突然那个走迷路了来到人间那种感觉一样,我去吃饭了,小龙虾三斤不能少,对,为了把三斤小龙虾抵掉了,那可以说是绿树临风,风流倜傥偏偏公子,感觉是天仙下凡,就大家都看到了,就先不说了, 哦,不认识,当时是在唯独剧本的时候,我先到,然后他之后来了,过来我们两个就,就再也没有讲过话了,哈哈,现在都有些怀念,当初我们就是真诚带着点拘谨的时候,能把怀念初见,说得这么起伏欢乐,强度不服就服你们,还说当初不太熟,现在给对方起玩号的时候,倒是一个比个皮吗? 他比较皮,啥? 他就是,看花絮你就知道谁皮了,好不好? 他是一个那个皮皮兽,就是,就是我给你起的外号吗? 就是任何有机会能皮的时候都要皮一下,就是经常会伴我,哎,真的,大家到时候看花絮知道谁伴谁了,皮皮兽就是我给他起的外号,然后他现在就是已经皮到可以抢外号了,是吧? 我没有啊,你不是皮总吗? 好了,你俩都皮,毕竟皮一下不开心,还要皮很多下,作为新进相声搭档,两位演员就连聊到甜甜的吻戏和撒糖,都能变成爆笑相声场面,今年的相声有心人就是二位了 当时的场景就是,他打翻了旁边的那个,一个装羽毛的一个篓子,然后我正好是,就是,被绊了一下 对,女主常见的柔弱光环,就突然一下被绊了,然后正好他就又在我前面,就不小心扑到了他的身上,然后就不小心亲上了 因为那个羽毛的量特别大,他躺下去的那一瞬间,所有的羽毛都护在了他的脸上 我是在,埋在羽毛里面演出,好累哦 然后就是,但是我一低头,我一看一整头羽毛,我就找不到他的嘴在哪里 我们俩人就是在吻戏的时候,就打bbox,就是,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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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全是羽毛 对,我们在那个现场打bbox 一起来 bbox我们暂时还欣赏不到,但二人在剧中撒了糖,却能很快吃到了 连打分都很有梗的男女主,你们撒糖的同时,为什么还要点大家的笑学 撒糖的部分应该,不少 不少 就是我们常行在撒糖 那你来说 我 我说82%啊 剩下的18以666的形式给吗 直到最后向小伙伴们推荐剧的时候,两人也不忘争论,看剧下饭到底行不行 是坚持相声新人,人设不动摇的有趣灵魂没错了 大家无论是学习方面啊,工作方面,压力比较大 都喜欢看一些甜甜的啊,很轻松的,很下饭的剧 我觉得就可以看看我们这个长安少年戏 下饭不行啊 下饭可以啊 下饭你吃个饭的时候看我们剧就没有心思吃饭